大家好 我这两颗大栗花是同时栽种的 现在长出来的这个效果呢 差别非常的大 这边这颗长得非常的旺盛 这一颗的瘦瘦小小的 那么像这种情况 什么严谨引起 我们要该怎么处理呢 这期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仔细看一下 区别非常的大 这个叶片插圆了 这个叶片非常瘦小 那么像这一种情况呢 明显是肥不足 还有呢光线不足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大栗花呢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它补肥 而且我们给它补肥的话 最好是补充一些短效肥 也就是水溶性的肥料 最好是使用这种花多多一号 因为花多多一号 在生长期在幼苗期使用非常的好 能让它生长迅速 同时呢我们要结合长效肥 我们使用长效肥的话呢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控湿肥 因为这种控湿肥 它是氮甲元素偏高的 对于幼苗期的大栗花呢 生长非常有帮助 因为氮元素可以助使它快速生长 假元素可以让它变得更加的强壮 抵抗各种不良天气 比如说干旱 穷害 还有可以增强叶片的光合作用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大栗花生长得更加的好 我们用花多多一号的话 最好是五天左右给它使用一次 用这种控湿肥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三个月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想要它长的株形更加饱满圆润的话呢 一定要给它做修剪 如果说不修剪的话呢 它就会长得非常的高 长得非常的难看 像这种呢 我们要及时给它修剪 修剪的目的就是让它长分支出来 整个株形更加的饱满 每长一条分支出来 我们只需要保留两堆叶片就可以了 这就是给大栗花小苗施肥的一些技巧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